大家好,我是二姐,今天用南瓜搭配面粉来分享一道美食 我家一周吃五次,做法比包子简单,比油条还要好吃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去皮去籽的老南瓜 先从中间切开,然后再切成南瓜片 南瓜营养非常丰富,有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不喜欢吃 你像我这样做一次,保证全家抢着吃 将切好的南瓜片装入盘中,再将南瓜放入蒸屉 盖好盖子,开大火将南瓜蒸软 我这里蒸了15分钟 用筷子能够轻松戳透就可以了 将蒸熟的南瓜取出,倒入大碗中 再用叉子压成南瓜泥,这里尽量压得细腻一些 再将南瓜晾成温的,加入5克干酵母 适量的白糖促进酵母发酵 再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这里南瓜一定要量成温的,再加入酵母 南瓜太烫的话,会失去酵母的活性 那样面就发不起来了 搅匀后,再分次加入面粉 边加边搅拌 这样能更好地掌握面团的粘稠度 搅成面絮,下手揉成面团 最后揉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像这样 再将面团按压在盆底 面团表面刷一层食用油,防止风干 再盖一张保鲜膜,放到温暖的地方,饧发开 接下来准备一把洗净的小葱,切成小葱花 小葱这里可以多加一些,会更加葱香浓郁 将切好的小葱装入碗中备用 再加入半勺面粉 一小勺花椒粉 一小勺食盐 再浇上刚烧开的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吸油酥就调好了 先放到一旁备用 现在的面团也发起来了 用手指搓下去,面团不回缩就发好了 按板撒适量干粉防粘 取出发好的面团 将面团再次揉均匀,排出空气 将揉均匀的面团做成长条 再切成大小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第一个面剂稍大一些 其他面剂均等 取出第一个大面剂,再次揉圆 然后按扁 再用擀面杖擀开 最后擀一个薄的大面片 像这样先放到一旁备用 再取一个小面剂,同样揉圆 按扁 擀一张薄的小面片 同样的方法把其他的面饼全部擀开 取出第一张大面饼 刷一层油酥 边缘不刷 将油酥刷均匀后再放上一张小面饼 用手按压出空气 在小面饼上同样刷一层油酥 以此将所有的面饼做完 朋友们,视频看到这儿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点赞、关注、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放上最后一张面饼后 将第一张大面饼边缘刷一层清水 这里刷清水可以起到粘合的作用 然后再用大面饼包住小面饼 再将底部包盐时 然后将大面饼翻个面 大面饼表面同样刷一层清水 然后撒上适量黑白芝麻增香 做好的生坯直接放入蒸屉里面 然后盖上盖子 二次醒发是5分钟 这一步很关键 时间差不多了 生坯体积明显变大 像这样就醒发好了 盖上盖子 开大火 上气之后计时蒸20分钟 时间到了 先关火 不要着急打开 切焖5分钟 防止预冷塌陷 时间差不多了 可以打开看一下 哇 好香啊 用手按压 能够迅速回弹就已经熟了 取出稍微放凉 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 这样一道南瓜千层饼就做好了 喜欢吃更香一些的朋友 可以用平底锅再煎一下 那样会更加香甜酥脆 蒸制的非常蓬松轩软 给老人孩子吃会更加容易消化一些 这一道千层饼加入了南瓜 更加营养香甜 每一块都是层层分明 香甜好吃 对于不喜欢吃南瓜的大朋友 小朋友也会抢着吃 吃起来香甜松软 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让您食欲大增 也可以像这样一层一层撕着吃 真的是太解馋了 作为早餐晚餐都是非常不错的 也可以搭配一些米粥或者拌汤 吃起来会更加营养 这一道南瓜千层饼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营养又好消化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赶紧收藏了 给家人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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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